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呢 在沈象村附近的马路边被抢了 情况很紧急 民警立刻赶到了事发地点 就见一辆出租车 就停在路边上 还是斜着停的 没停证 车门呢 是半开着的一个状态 司机师傅啊 趴在方向盘上 满脸的痛苦 民警走上前这么一看 这出租车司机师傅胸口那 往外冒着血呢 司机的声音呢 已经很微弱了 救啊 救啊 喊着救我 救我 是啊 救人要紧呢 民警呢 又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救护车把这司机师傅接走之后 这派出所民警又给刑侦民警打电话 因为这司机师傅身上有刀口 这是凶杀案 武中分局刑侦队的民警和技术人员迅速赶了过来 并且把现场封锁住了 技术人员呢 在车上提取了大量的毛发 指纹 血迹等痕迹物证 您各位该说了 有这么多的痕迹物证 这案子好破了吧 不是 没那么简单 出租车呀 车里边的环境是很复杂的 每天上车下车的人多了去了 谁知道哪些毛发 哪些指纹是哪个人留下来的呀 这位司机师傅呢 平时啊 一般会有一个腰包啊 这是装钱 驾照和行驶证的 这腰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行凶的凶器也不见踪影了 应该是被犯罪分子带离了现场 所以当时警方就推测 这是一起因为抢劫财物而引发的凶杀案 警方根据车牌号 查询到了司机的信息 联系了司机的家人赶到医院 这名司机师傅 叫许峰 四十岁 当过兵 一米八的大高个子 身体素质很好 徐师傅啊 在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 还是因为失血性休克而死 临终之前 徐师傅在手术台上 很吃力的说出来了罪犯的三个特征 一个人 年纪轻 长头发 一个人 年纪轻 长头发 徐师傅的骤然离世 让徐师傅的妻子啊 无法接受 徐师傅的爱人说 他是家里的订梁柱 平时对我和孩子都非常照顾 徐峰的儿子也接受不了啊 徐峰的战友得知情况之后过来看望 徐峰的儿子抱着徐峰的战友 嚎啕大哭 法医检查了徐师傅的身体 胸口的那处伤口有五厘米深 估计啊 是一把弹簧刀类的锐气造成的 事发地点呢 是一条比较偏僻的公路 也没有摄像头 距离这处地方三百米 就是苏州市当时最大的城中村之一 沈象村 沈象村呢 是外来武工人口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 人员成分很复杂 外来人口数量极多 仅仅登记在册的就有十多万人 警方推测 既然犯罪分子选择在这儿作案 他一定是对这一块很熟悉 那么很可能是本地人 或者是居住在沈象村附近的人 案发两个小时之后 屋中警方迅速在沈象村各个出入口设置了关卡 对来往出入的人员进行排查 同时呢 对村子里面所有有前科的人员也都进行了重点排查 尤其是在发廊工作的年轻人 为什么呀 别忘了许师傅说的 那凶手的三个特点 一个人 年纪轻 长头发 一整晚的时间过去了 屋中警方啊 抽调的二百名警力 一共找出来了四百名嫌疑人 根据许师傅提供的发型特征线索 以及嫌疑人的作案时间 作案动机等因素 综合考虑下来 并没有符合的犯罪嫌疑人 这四百个人的嫌疑啊 全都被排除掉了 警方一下子犯了难了呀 这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 去了哪了呢 人间蒸发了这就 在沈相村走访的民警 这时候找到一条重要线索 事发的时候 有一对在案发地附近的小公园散步的情侣 隐隐约约的听见有人喊救命 俩人没反应过来呢 就看见有人影 从那个方向出现 向沈相村急匆匆的就跑过去了 警方推测 那应该就是杀害许师傅的犯罪嫌疑人 但是警方已经控制住了沈相村呢 全面排查了一遍 没找到这个人呢 难道说 他是故意假装往沈相村跑兜一个圈子 从而迷惑警方吗 他跑会跑到哪去呢 他还会留在苏州吗 有了这个推测 警方迅速设置了苏州进出城的大小卡口 严查长头发的年轻人 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一个哨卡发现一场情况 那除了因材杀人 有没有可能是仇杀呢 警方呢 也调查了许师傅的社会关系 平时许师傅社会关系很简单 也没有仇家 而且他一米八的个子 当过兵 身体又很强壮 身手也不错 许师傅的爱人还说了一个事 就在几个月之前的一天深夜 许师傅也遭遇过一次抢劫 当时歹徒拿着匕首 许师傅一个人徒手 就把对方给制住了 还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那这一次遇捷 许师傅为什么没有提前察觉到危险呢 为什么被残忍杀害了呢 警方啊 决定对许师傅生前熟识的这些出租车司机进行走访 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果然 有一个姓赵的师傅 说了这么一事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 就是出事前不久 许师傅和赵师傅啊 通过车载的那对讲机 还聊过天呢 当时许师傅在对讲机里 用他们低哥们之间的行话 跟赵师傅暗示过 说今晚拉的这趟活 有点不正常 警方呢 对许师傅开的那辆出租车 就展开了调查 为什么许师傅会跟赵师傅说 这趟活有点不正常 不正常之处在哪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也走访了那些出租车司机师傅们 有一个师傅姓赵 跟许师傅平时关系不错 这赵师傅想起一事来 出事那天晚上啊 许师傅用车载的那对讲机 跟赵师傅用他们内部的行话 黑话 说了一句 拉的这趟活 有点不正常 根据出租车公司后台的 行驶信息显示 晚上九点左右 这许师傅的出租车呀 在沈象村附近 拉到了一名乘客 从南往北 行驶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进入了虎丘 然后这车没停 又把车往回 开到了沈象村附近 然后就出了事了 这是干嘛呢 大老远的 沈象开到虎丘 中间也没停 直接往回开 那这一圈太奇怪了呀 而且罪犯的出发地和目的地 都是沈象村附近 那这个人一定和沈象村 存在着什么关联 为此 乌中公安局啊 一边是以沈象村为中心点 向外辐射展开走访调查 一边呢 张贴了无数章的悬赏通告 寻找案发之前 在沈象村附近经常出现 案发之后 却突然不见踪影的 可疑人员的线索 经过两天的时间 还真是反馈回来了 几条这样的线索 但因为这几名可疑人员 已经不知去向了 也无从查起 另一边呢 也收到了不少举报信息 民警啊 每天还得从这海量的线索里面 进行筛选和甄别 其中警方发现 有一位姓郑的摩迪师傅 反映的情况 非常的可疑 这郑师傅说 案发第二天 他呢 带过一个可疑人员 当时这乘客呀 差不多一米七左右 年轻人长头发 闲聊的时候 哎 这个人还说 前天抢过一辆出租司机 个头 年轻人 长头发 一个人 这符合许师傅临终前的描述啊 警方可没有对外公布过 许师傅临终前的这句话 可是 这郑师傅说的情况 完全符合 许师傅生前说的这描述 那这郑师傅怎么知道的呀 而且郑师傅说 是从沈相村拉的那个人 去虎丘 观景 二村 那不就是许师傅遇害之前走的路线吗 从沈相到虎丘 这凶手 为什么要在第二天 重走一遍前一天晚上的路线呢 难道说凶手没有离开苏州 不过有一点没有办法解释啊 他真的是凶手的话 为什么要跟一个陌生的摩迪斯基 承认自己抢劫过呢 这整起事件都太奇跷了 警方针对摩迪斯基郑师傅反映的情况 重新的做了认真的调查 但根本没找到这么一个人 这人呢 就跟凭空消失了似的 哎 这时候警方怀疑到了郑师傅身上 就问郑师傅 事发当天晚上 你在干啥呀 我那晚没出车 一个人自己在出租屋里睡的 因为他说是一个人睡的 找不出来其他的人证 警方呢 也就没有办法排除郑师傅的嫌疑 难道说郑师傅描述的这个客人 根本就不存在 是郑师傅自己杜撰的 其实案发当晚 是郑师傅上了许师傅的车 作案之前准备好了假发 戴上假发套上了出租车 为了扰乱视线 故意让许师傅往虎丘转上一圈 再回沈相村作案 真实情况会是这样吗 警方啊 立刻对郑师傅展开调查 郑师傅呢 是连云港人 三十岁 在苏州啊 打了不少年工了 干过好多份工作 但每份工作都干不长 干摩迪啊 这一天下来挣不着多少钱 有没有可能 是眼红这出租车司机铤而走险 抢了许师傅呢 距离案发过去三天了 郑师傅疑点重重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民警走访的时候 另外一名摩迪司机张师傅 他说他也见过那个长头发的年轻人 当时他说坐车去虎丘 留着长头发 一脸凶象 出钱还少 我就没拉他 哎 这么一说 郑师傅没撒谎 有了新的人证了呀 也就排除了郑师傅的嫌疑 而张师傅呢 还回忆起了这个年轻人的一个细节 他脸上啊 有个纹身 是那字母X型的 而且当时他问我哪人 我说我是连云港东海县人 他说他也是东海县 我们是老乡 但我听他口音 他不像是东海县的 更像是隔壁的树阳县的 随后警方啊 也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在案情分析会上 大家就认为 说出来的话 可能会是撒谎 但是口音一般不会变 如果纹身的这个小伙子 为了向这张师傅套近乎 说自己是东海县人 那这很可能是撒谎啊 但他的口音是树阳口音 这个轻易变不了 为了彻底弄清楚怎么回事 警方呢 也咨询了有关方言方面的专家 原来啊 东海县跟树阳县 别看是紧挨着 但两个地方的语言 行为习惯 有明显差异 跟树阳县相邻的 有几个乡镇 虽然归属于东海县 但方言呢 却更接近树阳 苏州警方立刻和连云港 东海县取得联系 两边啊 同步协查案件 主要对东海 树阳的在苏州的人员 进行巡防 现在警方掌握到的 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已经有四个了 雪师傅 那提供了仨 一个人长头发 年纪轻 现在多加一条 脸上有X型纹身 警方针对这四条特征 进行仔细摸牌 终于 在屋中的一家滑冰厂里面 有了重要发现 这个滑冰厂啊 有一个工作人员 这工作人员说 那个人我不认识 但我朋友跟他熟 有一回还把他带过来滑冰呢 这个滑冰厂的工作人员 他那个朋友的名字叫切昌松 姓切的人是非常少的啊 这个切字呢 左边的上半部分 一撇一那啊 就类似于X那个形状 下边呢 就是英雄的雄 最左边的那半部分 然后这个字的右边 就是双耳刀 这个字 放在姓氏里面读切 这切昌松 在苏州租住的家 就是在沈相村 更巧合的是 案发之后 这滑冰厂的工作人员 就再也没见过这俩人了 那这俩人 会不会就是本案的真正凶手呢 这俩人到底逃去哪了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当地啊 有个滑冰厂 滑冰厂有个工作人员 认识一个朋友 叫切昌松 而切昌松呢 还有一个朋友 就符合 许师傅说的那几个特点 一个人 年轻 长头发 脸上还有个X型的纹身 更蹊跷的是 案发之后 滑冰厂的工作人员呢 就再也没见过这俩人 警方推测 这个人有纹身 有朋友住在沈相村 案发之后 无影无踪 那这人很可能就是凶手啊 哎 这时候 之前咱说的那摩迪斯基 郑师傅 又反映一个线索 对了 我想起一事来 我那天拉的那个人呐 下车以后 在路边打过一个电话 警方呢 就根据郑师傅提供的准确时间 把路边公用电话亭的通话记录单 拉出来了 随后就发现 那一通电话 就是拨给切昌松的 虽然现在不知道 这切昌松 到底在这凶杀案里 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他一定和这起案子有关联 警方决定对切昌松展开调查 经过调查 切昌松21岁 很早啊 就离开家了 四处打工 案发的时候 他已经到苏州快一年了 案发第四天 切昌松突然离开苏州 不知去向了 警方随后来到了切昌松 在沈象村租住的地方 是沈象村41号 经过测量 这处房子 距离案发现场 差不多是500米 在切昌松出租屋的 那两栋房子之间 有一条35厘米宽的 10米长的 很狭窄的一个缝隙 这不能叫通道 因为过不去人 您各位想个35厘米啊 里边呢 堆积了很多的生活垃圾 警方在这儿 进行了仔细的搜查 竟然有了更为重大的发现 在这一堆生活垃圾里啊 有一团带血的衣服 这一团衣服里边 包着一把匕首 一个带血的腰包 这腰包里装的 正是遇害出租车司机 徐师傅的驾照和行驶证等物件 在那把匕首的刀柄上 还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 在切昌松的家发现这些东西 那他很可能也参与了作案呢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 到哪找这俩人呢 警方犯了难了 案发的时候 2007年 正是网吧最红火的那些年 年轻人呢 都喜欢上网 这俩人 会不会在网络上 留下身影呢 通过走访 切昌松的朋友说 我虽然跟那个长头发 纹身的男的不熟 但是啊 有他QQ 打开QQ空间 苏州警方 这才第一次见到了 头号嫌疑人的庐山真面目 切昌松的朋友还说 前几天呢 在网上碰到过 这个长发纹身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当时说 人在昆山呢 苏州警方立刻赶到昆山 经过一系列走访 终于找到了QQ空间里 这个长发年轻小伙子 去过的网吧 再在网吧里面 调取了登记记录 发现这个年轻人 叫切记猛 那他会不会再次 来这网吧上网呢 警方就穿着便衣 埋伏在网吧 早上九点 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 这切记猛并没有出现 苏州警方在昆山 没有蹲守到切记猛 同时通过东海县那边 也了解到 这切记猛没有回东海老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距离案发已经十天了 这侦破工作又陷入到僵局了 无奈之下 警方啊 只能在切昌松租住的那个屋子 对面 埋伏下来进行蹲守 一天没等着人 两天没见着人 有的民警啊 都想着应该在这蹲守没用了 咱是不是换个方向 但是尽管有人这么想 领导依然决定继续在这守着 黄天不负苦心人啊 连续蹲守了十天 2007年5月16号 这切昌松回家了 蹲守的民警一看 一拥而上 把切昌松就制服了 这时候 发现屋子里 还有一个年轻人的 乍一看很眼熟 对 就是他 切记猛 把切记猛切昌松控制住之后 立刻展开询问 在整个审讯过程之中啊 切记猛特别镇定 一点也不慌乱 好像他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似的 到案之后也不抵赖 如实供述了自己 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原来啊 切记猛 还不到18岁呢 来苏州好几个月了 一直没找到工作 切昌松呢 是他的朋友 这又是本家 所以呢 他在切昌松这儿 借住过几天 后来身无分文了 得出去弄点钱去呀 就打起了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主意 案发那天呢 切记猛 先是到朋友切昌松这儿 坐了一下 出门的时候 跟切昌松说 要去找另外一个朋友玩 其实啊 他哪是去找别的朋友啊 他也没什么朋友啊 他一个人呢 在沈相村附近街上的一家咖啡店 就坐了下来 一坐就坐到了天黑 这时候 在路边 拦下来了许师傅的车 打算实施抢劫 但因为人比较多 不方便下手 就让许师傅往虎丘开 到了之后 骗许师傅说 自己忘了带钱了 得回沈相村拿钱 等许师傅开到切记猛 事先踩过点的案发地点之后 切记猛掏出来匕首 威胁许师傅给钱 别忘了 咱之前说过 许师傅在案发前几个月 也遇到过迟刀抢劫的 许师傅当过兵 一米八的大个子 伸手了得 没把切记猛放在眼里 俩人就撕扯了起来 切记猛说呀 也不知道怎么着 我这刀子 他就戳中他胸口了 切记猛说 他本来就想结点钱财 没想着伤人命 而许师傅 就在俩人争抢过程之中 被刀刺中胸口 随后体力不支 切记猛一看 夺走了许师傅的腰包 打开腰包 里边只有三百块钱 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切记猛立刻跑到了切昌松的出租屋那儿 这时候切昌松和女朋友都睡下了 切记猛呢 换下来身上带血的衣服 把这事跟切昌松一说 切昌松也吓够呛 切记猛分了一点钱给切昌松 说你们这几天呢 也出去躲躲吧 就这么着 俩人离开沈相村 过了几天感觉也没什么事 这才又回到了沈相 最终啊 这切记猛 因为案发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他是一九八九年出生的 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切昌松呢 因为窝藏蛮豹 被处以行政拘留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桩分尸案 1994年9月份 黑龙江省加木斯市警方 接到了报警电话 报警人说呀 在松花江岸边 发现了两个装有尸体的塑料袋 尸体呢 已经被肢解了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没过多久 又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电话 说在另一个地方 也发现了被肢解的尸体 警方发现呢 这些被肢解的尸体 并不属于同一个人 死的一个是成年男性 一个是小孩 但是由于这些尸体都没有头 所以即便警方把尸体拼好了 也辨别不出死者的身份 就这么调查几个月 也没有什么眉目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到了1995年的6月份啊 有人呢 在加木斯一个农村的水稻田里边 发现了塑料袋密封的尸体的头部 各位 您想想 有一天您下地干活 突然看见一塑料袋 哎 这是什么呀 打开看看吧 火 一个尸体的头 并且已经高度腐烂了 这得多害怕呀 经过法医鉴定分析 这名死者 男性 年龄在30岁左右 身高1米8左右 1米8左右的 30岁左右的一个男的 就这么几个线索 你还是没法确定男子身份啊 1米8的 30来岁的小伙子多的是啊 于是警方通过电视台 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 把所有能用上的信息 都写上去了 很快 一个姓董的老人 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 就来找警察了 这老人说了 寻人启事上的人啊 是我儿子 我儿子好几天 没回家来看我了 打电话也不接 不知道去了哪 至此 警方终于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这个男子姓董 身高1米8 令人没想到的是 董某生前 竟然还是一名警察 33岁的董某 几年前和妻子离了婚了 离婚之后就一个人住 据董某父亲提供的线索啊 警方了解到 在董某失踪的前几天 曾经告诉父亲 说我交了新的女朋友了 但是啊 父亲还没有来得及 见到儿子和这位新交的女朋友呢 人就没了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警方认为 董某的这个女朋友身上 一定可以查出什么线索 于是啊 警方呢 就前往董某的家 用工具把他家的大门就给撬开了 这时候眼前的场景 让警方大吃一惊 房屋里面呢 到处都是血迹 而且地面上还有一个人骨头的碎渣 以及散乱的肉末子 警方呢 把这些碎骨头渣 以及肉末拿去鉴定 确定这就是消失的董某 董某身材高大 魁梦 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 怎么可能被人杀死 甚至分了尸呢 为了得到有效的线索 警方对董某的邻居们进行了询问 邻居说呀 并没有听见屋里有什么争吵的动静 哎 但是我记得我最后一回在小区看见她 是六月一号晚上 而且她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很漂亮 我听她跟她女朋友叫什么来着 叫秀娥 那么从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这个秀娥 这个漂亮的女朋友是最关键的 据董某的同事说 董某跟她这位女朋友啊 是通过一家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于是警方对权势上百家婚姻介绍进行了调查 终于在一家叫唯一的婚姻介绍 找到了董某和任秀娥的名字 但是很可惜 婚姻介绍并没有任秀娥的照片 于是警方根据所有见过任秀娥的人的描述 画了肖像图模拟画像 公之于众 过了不长时间吧 一个老太太啊 就联系警方啊 说我呀 觉得这姑娘眼熟 像我们村里老马家的三姑娘 但是呢 这个三姑娘啊 不叫任秀娥 叫马彦宏 今年二十八了 这个马彦宏啊 离过婚 长得是挺漂亮 整天和村里的男人 勾勾搭搭的风流成性 警方得到线索之后 就来到这个村子里找到了这老马家 马彦宏的父亲呢 就说哎呀 我闺女啊 半年没回家了 虽然这次警方没有见到马彦宏本人 但是警方注意到一个细节啊 马彦宏要是光明正大的 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呀 你改了名字 本身你长得挺漂亮啊 各种绯闻男友不断 你又去乡哪门子的亲呢 警方怀疑凶手就是他 所以一定得找到他 这时候啊 董某的父亲又想起来 说我儿子有两万块钱的存值不见了 很可能是让马彦宏拿走了 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这笔钱还没有被取出来呢 这是好事啊 为什么呀 他把值拿走了 回头是一定会取的 现在还没取 这就证明你之后取 我们就能抓你 于是警方在各个银行周边 都安排了警力 果不其然 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马彦宏的身影出现了 警方迅速的把马彦宏制服 并且带回了警局 通过一系列的审讯 马彦宏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说呀 他和丈夫离婚之后 就自己到市区租了一个小房子 顺便的做点小买卖 可他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很快就赔光了自己的积蓄了 这时候呢 他开始打起了房东的主意 就拉着房东大哥 讲述自己悲惨的感情经历 又说什么前夫骗光 他的钱带着小三跑了 说的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各位想想啊 哪个中年男士能受得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 拉着自己的胳膊 在那一副惨兮兮的啊 梨花带雨的 善良的房东大哥呢 就可怜的 不仅把房子给他免费住 还给了他二百块钱 当做生活费 可就在大哥给他拿钱的时候啊 他见房东大哥钱包里边 有那么一打子百元大钞 看得他是两眼放光啊 他可就动了杀心了 随后呢 马彦宏啊 就以感恩房东照顾这么个名义吧 就请房东父子俩吃饭 然后在酒水里边提前放好了安眠药 在善良的房东父子被晕倒之后 马彦宏把他们杀害并且碎尸 然后拿走了房东包里的钱 有了钱之后 马彦宏换了环境更好的房子 并且没有节制的挥霍 很快杀人得来的钱又被他花光了 于是用假名字在婚介所登记了征婚信息 想认识新的目标 很快目标就找着了呀 就是人高马大的警察董某 俩人相识不久 马彦宏就住进董某家了 虽然董某外貌工作都不错 但马彦宏还是不满足 他就经常刺激董某 说我前夫啊 可能挣钱了 这董某呢也要面子呀 顺势就拿出来自己的两万块钱存折 给了马彦宏了 可没成想 这竟然给他招来了杀神之祸 1995年6月2号 马彦宏用同样的伎俩 迷晕了董某 然后把他的尸体分解开来 最后拿走了两万元的存折 其实咱们事后说 如果马彦宏真心的对待董某 这两万迟早也是他的呀 可马彦宏也说了 我自己的一切都是假的 迟早会败露 况且我杀过人了呀 那么咱们来解密一下 之前没有找到尸体头部的那两具碎尸 其实就是好心的房东大哥父子俩 不是一个成年男性尸体 一具小孩的尸体吗 后面在水稻田里边找到的这个腐烂的男性的头颅 这是董警官的尸体 1998年 马彦宏最终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行了 今天节目啊 就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2010年9月9号的晚上 在浙江省宁波市的12路公交车上 在车载电视里 突然插入了一条悬赏通告 这条通告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说如果你周围有1996到97年前后 突然报复出手阔绰的人 请向警方报告 我们将为您提供最高50万元的赏金 根据2010年 绍兴警方公布的监控影像资料 显归纳出此人的主要特征为 男性 年龄40岁左右 身高1米68左右 体态中等 走路略成外八字 脚穿39到40码黑色皮鞋 发型46分 前额头发微秃 此人可能当过特种兵 或有过当体育老师的经历 目前可能长期流窜在宁波和绍兴一带 看到这条悬赏通告 公交车里的人士议论纷纷 说这个人干了什么事 能让警方悬赏50万 向公众征求线索 而且很明显 现在这罪犯还没有被抓住 这个人他会不会再跑出来 再害人 一时间 在座的所有人 那都是人心惶惶 其实早在2005年 警方就以20万人民币的巨额赏金 向公众寻求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几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5年之后的2010年 这案子很明显 还未破 警方只能再次提高悬赏金额 以高达50万的赏金来征集线索 但是仍然没有结果 这次之后 又过了7年 案发22年以后的2017年 经过漫长又曲折的侦查 警方才最终锁定了这个罪犯的身份 把他成功的抓获了 这如此之长的侦破时间 及其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 让这起案子后来被称为宁波第一悬案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宁波绿州珠宝行大劫案 1995年12月6号早晨7点不到 时任海蜀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的施家祥 像往常一样 从家里出发 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 但他刚刚跨上车座子 他放在公文包里的一个大哥大 就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 需要说的是啊 这个大哥大可不是施家祥的私人电话 而是海蜀公安分局专门给这几个大队长分配的 当时整个海蜀分局 只配发了三台大哥大 用于重大警情的联系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电话一响 那肯定就代表出大事 果不其然啊 大哥大接通了电话那头的警员跟他说 说绿州珠宝行里面有两个人被打死了 而且死相非常惨 甚至他们的眼珠子都给挖出来了 听到这个情况 施家祥一刻也不敢耽搁 赶紧来到了位于宁波最繁华的地段的中山路178号 绿州珠宝行 来到现场之后一看啊 现场的情况的确是让人震惊啊 根据警方对现场和死者的初步勘察 在珠宝行内 两名值班的保安人员遭到枪杀 死者的眼珠全部被挖出 尸体全都躺在一楼 在大厅内的黄金专柜 共有四只保险箱被撬开 价值160多万的黄金白金事物被偷走 此外 现场遗留下来的物证还显示 这个罪犯极其嚣张 杀人之后 甚至把作案工具全部留在了现场 这些工具 包括一副自制的消音器 一根自制的四节鞘棍 一把骨饼匕首 一捆军用背包绳 和一副橡胶绝缘手套 这起案子 案情层层上报 各级领导可以说高度重视 因为这起案件的性质 首先来讲 它就非常恶劣 这又发生在如此繁华的大都市 而且又是持枪杀人案 这在我国的沿海发达地区 是很罕见的 这罪犯呢 他又一下杀了两个人 还挖掉了眼球 抢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金 非常的嚣张 所以宁波这边 警方赶紧调击人手 展开侦查工作 那么在此之前 咱们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案发的珠宝行 当年这个绿洲珠宝行 它是在宁波市海蜀区 中山东路178号 这珠宝行可大了 它是一栋六层的楼房 地处宁波市区最繁华的地段 它是成立于94年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年 老板叫做陈春明 他那是改革开放之后 富起来的第一批商人之一 那1994年的时候 国内的黄金交易市场刚刚放 陈春明很有魄力 从银行贷款 把中山东路178号的店面 整个租下来 做成了这么一个珠宝行 要知道在当时的宁波来讲 除了几个国营的商店柜台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地方 再出售这个黄金珠宝了 而且这些国营商店呢 他们出售的这个黄金珠宝首饰啊 款式什么的也不够新颖 甚至有点土跟不上潮流 因此当时陈春明这珠宝行一开啊 就吸引了大批的这个消费者的眼光 而且他这儿除了出售黄金珠宝之外 还出售高档手表 价格呢 比国营商店里边也稍微便宜那么一些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亮点 简断接说 因为陈春明有魄力 有能力 有远见 所以他这绿洲珠宝行生意非常红火 第一年94年年度营业额就高达500多万 这让绿洲珠宝行一下子成为了宁波最火爆的珠宝行 那么自然这个地方也就成了那些好吃懒做 违法犯罪之徒的眼红的目标 而如今在开业一年多之后 1995年12月6号这一天 终于有人下手了 此时面对这起案子 警方心里最大的疑惑 就是这个盗窃犯 这个杀人犯 他是如何偷偷的进入到珠宝行一楼的营业大厅的 因为一楼的外围还有内部一直都有保安在巡逻 是不可能从大门或者窗户强行进入的 那么当时警方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只能试图通过细微的线索来还原罪犯的行动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 为什么呢 在前面咱们介绍了 这个绿洲珠宝行总共是有六层 这犯罪中心现场是在一楼的营业大厅 光这一层的面积就超过了800平米 更别说六层加起来 好几千平啊 说当时省厅市局分局三级公安机关十几位业务骨干 在这诺大的案发现场 从中心现场到周边区域 从一层营业厅到六层的这工作区层层推进 足足工作了29个日夜 每天16个小时 才算是把这现场给彻底勘查完成 那通过这次勘查 他们在现场总共提取到了两枚弹壳 一枚弹头 一个硝烟器 一把骨饼匕首 一捆军用背包袋 以及鞋印 等等这样的痕迹物证 并且呢 大致的来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进出的通道 作案的过程 以及罪犯的某些特征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刻画和现场重建 就这样 经过这前后的推敲啊 终于是弄明白了这罪犯 他是如何潜入到绿洲珠宝行的 现在有了更多的物证和痕迹线索 我们也终于可以对凶手的情况 有一个大概推测了 以及对他的作案过程 有这么一个大概的模拟 说首先 当时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啊 这个案犯呢 极有可能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场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 同时现场各个地方的痕迹 看起来也是一个人在行动 这是警方万万没想到的 如果说这个案犯真的只有一个人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人的心理和身体素质 必然是极强的 很有可能受过某些特殊的训练 至于说这个人他是如何作案的 根据现场的情况 警方呢 也做了一个大概的推测 首先事发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95年12月5号 这个案犯呢 他首先是借助珠宝行墙外的 这个电缆线和空调外机 利用这个绳子等等工具 攀爬到了绿洲珠宝行六楼顶楼的总机房里边 他在这儿一直等 等的过了12点 到了这12月6号凌晨了 他看着下边这个保安什么的换班以后 趁着这个空档 他先从楼顶用自带的这个军用背包袋 顺着这个里边的电梯景 下滑到了一楼的营业大厅 电梯景里边很难有人会注意啊 没人能看见了 然后呢 迅速窜出电梯景 用随身携带的手枪 威胁一楼电梯外的两名保安 把他们控制住以后 捆绑住手脚给制服 然后潜入到了珠宝行大厅之内 来到大厅开始干活了 他用这个自制的撬棍 把保险柜全都撬开 取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金饰品 那取走这些东西之后啊 这个人可能 他怕那两个被他制服的保安 给警方提供线索 所以呢 把这两人的眼珠子全给挖掉了 但挖完之后一琢磨 可能还是不放心 又用手枪干脆 把俩人都给打死了 最后他逃离现场 并且极其嚣张的 在现场留下了这个作案工具 这是对这个罪犯 当天的这个犯罪路线 做的一个大概推测 应该也是八九不离十 那么再说另一边 另一边的这个现场这 全面铺开找线索 做推测的同时呢 侦查工作也在紧锣密捕的 往前推进 专案组派出众多警力 对绿洲珠宝行的所有相关人员 和宁波市全市的重点违法犯罪人员 有前科人员开始逐一排查 并且对这个这个案犯 他可能偷到之后去销赃的各个渠道 也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但是这几天下来 好消息却始终没有传过来 这很奇怪 这眼下宁波已经被查了一个底朝天了 没有一点线索 这为什么呢 难道说警方的这个侦查范围 还是不够大吗 不合理啊 不过的话说回来 当时啊 警方这人手确实也很有限 能把整个宁波查遍了 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往更大的范围去查 显然也是有点力不从心 那么看这情况啊 漫无目的的说大范围排查 这效率肯定不高 于是警方决定呢 还是先把这重心啊 放到这个物证的调查上 因为前面说了 这罪犯在现场遗留了大量的物证 那么就从现场遗留的这些物证入手 把这作为重点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信息 尤其是他在现场遗留的那些弹壳 和那把骨饼匕首 这两样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少见的东西 首先这个枪械弹壳弹药 这个不用说了 我国进枪啊 查清了这枪支弹药的来源 就有可能找出凶手的身份 至于说那把骨饼匕首啊 更加罕见了 这骨饼 就是说呢 它是用骨头做的这个刀饼 这来源肯定是更少 所以警方决定了在全国范围之内 先查这个物证的线索 简短接说 案发之后的第19天 12月25号到圣诞节了 工作组就赶紧奔赴北京 向公安部汇报这起案件的相关工作 那在北京期间呢 对公安部在枪案现场弹案库当中 所有留存的这个弹头弹壳 进行了逐一比对 但是比对了所有的弹头弹壳之后 却发现 没有一个能跟这个案发现场发现的弹壳 能对着 这更邪门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专案组又经过公安部和兵器部208研究所 又通过这两个部门的研究和查证 最终这几个弹壳呢 这才有了结论 之所以说这个弹壳没有一款 能跟我们这个库里的比对成功 是因为罪犯使用的这个子弹啊 它压根就不是国产的 哪来的呢 它是前民主德国他们制造的子弹 而这种子弹在当年的越南战场上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条重要线索 除此之外呢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刚刚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物证 那个骨饼匕首 这把刀的材质和样式可以说都比较罕见 很可能也会成为这起案子的关键突破口 但是咱都说这事都有两面 正是因为它的罕见 也就导致对这把刀的调查更困难 当时专案组为了查清这把刀的来历 先是找到了北京动物园骨髓研究所的专家 然后呢 带着人家专家又去到了甘肃兰州啊 这个一个交线临下镇的大型牲畜屠宰场 在专家的现场指导之下进行实验 然后呢 对比各种常见动物的这个骨骼 最终发现这个骨饼匕首啊 它的这个骨饼的骨髓腔要更大 骨臂要更厚 它属于什么呢 应该是属于大型食肉动物的后腿骨 然后呢 再结合这把刀的样式 猜测这把刀啊 有可能是来自西南边境的某些地区 那么现在 关于这两个物证的源头的线索 可以说终于是有点眉目了 那么这也被后续的侦查工作呢 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警方可以沿着这两条路线去找 看在西南边境 在越南战场 也就是说综合来讲呢 就是西南边境这块 有没有一些需要留意的一些线索 除此之外呢 对于案犯在现场遗留的那个什么撬棍啊 背包袋啊等等这些物证 专案组也分别交到了 多达13个其他的相关部门 分别进行调查和辨别 以期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 所以说眼下的情况 警方这边可以说 是兵分三路了 一路排查宁波市内的所有可疑人员 排查继续进行 另一路呢 去查弹壳和古炳匕首的来源 去西南边境 而第三路呢 去研究其他的物证 看看其他物证上 能不能搞出什么名堂 可以说这情况呢 哎 场面很足 但是啊 很可惜 收效甚微 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 这三路警力一直没闲着 但是始终 还是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就光知道这子弹不是中国产的 这古炳匕首呢 是西南边境来的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线索 再加上九十年代 监控系统还不完善 现场以及周边也没有目击者 而且当时我国还没有掌握 更先进的这个DNA大数据等等 哎 比较厉害的技术手段 所以一时间啊 警方手上的线索呢 虽然说有不少 但碍于种种原因的限制 都没法发挥作用 没法继续查下去 就这样 这起震惊一时的案子 也只能暂时先挂起来 留下少部分警力 继续侦查 其他大部分警力 先去照顾新进发生的 其他更紧急的事情上 所以不难发现啊 眼下这情况并不乐观 但我们要说的是 更不乐观的 其实还在后面 几年之后 又有新的案子 在浙江发生了 这起新的案子 从现场遗留的物证 以及案犯的盗窃手法来看 和绿洲珠宝行的案子 如出一辙 那么这起新的案件的发生 对破案 有没有起到帮助呢 这个案犯到底是何许人也 能够独自一人 在防卫森严的珠宝行来去自如呢 上回咱们说到 绿洲珠宝行大结案 案发之后呢 虽然说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物证 但是碍于技术限制 这些物证都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很是遗憾 而查了好几个月呢 始终也没有新的进展 没办法呢 只能留下少量警力继续勘查 其他的大部分警力 先转移出来 放在更紧急的事情上 说就在这个绿洲珠宝行大结案三年之后 1998年4月7号凌晨1点50分 这次同样是在浙江 绍兴市解放南路的越城区供销大楼之中 突然发生了枪击案 这起案子看架势啊 也是来盗窃或者说呢 是抢劫珠宝行的 不过这一次这罪犯没能得手 他在现场开了两枪 打伤了一名保安 然后仓皇逃跑 绍卿警方对现场遗留的弹壳等等物证 进行了鉴定分析之后 发现了这起案子里 他遗留的这些弹壳之类的 跟宁波绿洲珠宝行那起案件里面 所遗留的那些物证是一样的 这个消息一出 宁波警方也是兴奋不已 这表示时隔三年 当年这罪犯又一次露头了 有了这起案子 毫无疑问 这表示物证更多了 宁波警方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应该能破案了 因为这次这案发现场 因为罪犯没成功啊 他逃跑的仓促 所以呢 遗留的物证相对上一次要更加的多 那么在这一堆物证当中 有一个自制的枪械消音器 引起了宁波警方的注意 这个自制消音器和之前宁波绿洲珠宝行案件当中的那个遗留的消音器啊 很相似 但是仔细观察能发现在工艺上又有所改进 效果更好了 那么通过对这个消音器的拆解研究很快 另外宁波警方发现了一个极其细微 极其隐蔽的突破口 因为这是一个自制的消音器 用的都是手头可以搜集到的材料 那么在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的警方就发现 这个消音器里面 用了一个剃须刀上的网照片 咱们平时用那个剃须刀 表面有一层网照 就是这东西 这个东西呢 有意思了 状案组就查 它是属于哪个牌子 哪一款剃须刀上的 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 都往哪卖 最终查出来 这一批网照 是98年2月15号 在朱继的武械这个地方生产的 它的销售途径 一个是生产地当地 再一个是渝瑶市上新乌村的 剃须刀生产基地 另外呢 还需要说的是啊 这一次的案发现场 还发现了一顶老头帽 哎 一顶帽子 猜测这应该是凶手为了伪装身份留下 所以警方就对这顶帽子 他的生产的地区和销售渠道 也做了调查 最后呢 发现他的主要销售地点 是宁波和渝瑶地区 那这下这线索就对上 都出现了浙江省渝瑶市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 警方就决定 以第一起案发的宁波市 和两个物证都指向的渝瑶市 这两个地方作为侦查重点 展开地毯式排查 重点排查 在这两个地区当中 有过犯罪前科 或者其他的一些可疑人员 这次呢 毕竟他涵盖了两大地区啊 所以这次警方也查了很久 查了足足三四个月 但是这次的结果 又让所有人失望 这个罪犯 那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查到任何相关的线索 这没办法呢 在历经了几个月的忙碌之后 这两起病案侦查的案子 只能是再一次被放了起来 等待着新的线索被发现 而这次这一等 他们就等了足足六年的时间 时间来到2004年1月22号 这一天是大年初一 早晨七点钟 正在单位值班的 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 包中杰 在公安网上看到一则警情 说当天凌晨2点30分 绍兴朱继发生了一起 持枪抢劫杀人案 朱继第一百货商店的一名保安 被案犯用手枪射杀了 这一次的现场呢 警方赶到之后啊 又有了新的发现 因为这次这个罪犯在逃跑的时候 把那枪给弄丢了 把枪给留到现场 那么这也是警方第一次看的这把枪 这是一把黑色的胶木柄的制式手枪 另外案犯在枪管外面 还加上了自制的消音器 这个消音器跟98年 遗留在案发现场的 那是一模一样 都是用这个替须刀的网照片做的 另外这把枪的警察 应该也是西南边境地区留进来的 那也就是说呢 当年那罪犯啊 这又一次出手了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警方也终于有了更加劲爆的发现 当年晚上九点 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呢 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案犯遗弃的一个面罩 这个面罩马上被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验 然后第二天凌晨左右 这检验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那是兴奋不已 因为这次在这个面罩上 公安机关第一次提取到了案犯的DNA 尽管说当时我国已经具备了提取DNA的技术手段 这次也提取到了 但是当时浙江省的这个DNA数据库 还没有建立完成 因此就算说现在手里有了能够锁定凶犯的关键证据 但没有数据库 能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 但无论如何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可能也是出于无奈吧 2005年警方悬赏20万向社会征求这些案犯的线索 而这个悬赏令一出 老百姓们那是议论纷纷 一方面是抱怨 抱怨这么多年了案子还没破 警察就没有一点办法吗 这能力也太差了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人家 这也没办法 老百姓们他们不是警察 他们也不知道警方面临的压力是多么的巨大 而另一方面呢 因为这个珠宝大盗在作案之后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 警方这排查了好几轮了 一直没有线索 很神秘 因此老百姓们对于这会罪犯啊 也编造出了各种神乎其神的传言 当时在这个绿洲珠宝行案发之后啊 那俩保安眼珠子不是被抠下来了吗 那宁波这边流传的最早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说因为死者在被杀死之前啊 肯定看到那个罪犯 那么罪犯的形象就会在这个死者的眼睛里边成像 因此这个凶手就把这个两位保安的眼珠子给挖出来 这为的是防止警方通过解剖这个眼珠子 找出这个罪犯的样貌特征 但这个说法一听就很荒谬啊 也没什么科学依据 也没听说过有这么神奇的技术 另外呢第二种传言 说因为当时啊 这香港那个警匪片特别流行 咱应该都看过 所以社会上就传言说 说这珠宝大道啊 是这港澳地区的这个职业大道 长头奔袭到宁波来做大案来了 做完之后销声匿迹 偷偷回到港澳地区了 然后第三种传言呢 更加无厘头了 这个说法认为啊 说这个绿洲珠宝行那老板 他不是叫陈春明吗 说他呀 当时贷款资金链相当的紧张 没钱怎么办呢 他就自己雇佣了这么一堆职业大道 来盗窃自己的这个绿洲珠宝行 以此来骗取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金 这个说法 那其实不攻自破啊 陈春明当年第一年 那赚的就盆满不满 咱刚才也说了 而且以他这个眼界和头脑 几年之内 绿洲珠宝行的地位几乎是无法撼动 当然前提如果没出事的话 那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说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缺钱的情况 就算说真的遇到什么意外了 以陈春明的头脑 他也没有理由会采取这种风险极其高的办法 完全得不偿失 但不管怎么说呢 民间开始流传有关这个案犯的这些神乎其神的传言了 其实恰恰说明这几起案子 确实给人们也带来了不小的恐慌 而这个情况的毫无疑问 也给警方破案 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而就在警方苦苦侦查的时候 这个珠宝大盗 他的手又痒痒了 他又动手了 这次很近了是在07年 07年11月6号晚上9点钟 浙江省朱记的嘉瑞珠宝行 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未遂事件 通过对现场的痕迹和这个物证分析 警方认定这起案子跟之前的几起案子有着重大的关联 很可能也是同一人所为 那么细数下来呢 这应该是这珠宝大盗第四次出手作案 当然后来他被抓住之后 警方才知道 其实在这四次盗窃珠宝行之前 他还做过两起案 杀过人 当然这个就是后话 那么警方当时就回过头来 仔仔细细的把这四起案子放在一起 慢慢分析 然后总结 总结出了一些有关这个珠宝大盗的重要的特征 首先 这个珠宝大盗的每次他都是单独作案 心思极为缜密 每次实施盗窃抢劫之前 他都会提前布置好逃跑路线 作案的时间呢 一般也都会选择在凌晨或者午夜 其次呢 这个珠宝大盗啊 他能够自己制造枪支的消音器 会使用军用背包袋 用背包绳 因此呢 他可能当过兵 或者说呢 服务预备 另外从现场的其他物证来看 这个人他会使用护膝加工程的鞋套 会用长跳绳 这说明 他可能从事文体工作 比如说 可能当过体育老师 再次 这个珠宝大盗 他所使用的手枪和子弹 刚也说了 都是外国货 说明他曾经在中越边境 或者中缅边境一带出没 而他遗留在现场的那把骨饼匕首 刀饼是用大型食肉动物的骨头做的 这说明他也有可能是来自少数民族 另外毫无疑问 他有很强的动手能力 精通五金加工 并且有地方也有能力打造专门的犯罪工具 比如他自己制造 包括这个手枪消音器在内的作案工具 而且作案之后呢 又全部扔到现场 这说明 人家能随便做 不怕浪费 而且他在现场所使用的那个撬棍 也是专门制造 可以分成四截 便于携带安装 能看出来 这是专门为了撬开保险柜 专门制作 最后还有一点 说这个人他的职业 可能跟珠宝也有关系 或者说呢 对各类珠宝有所了解 就拿95年 绿洲珠宝行丢失的黄金和白金 那些事物来说 他很清楚 这个柜子里面放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值钱 什么东西不值钱 然后迅速的拿走自己需要的 而这四起案件 都是针对黄金珠宝 说明这个人很可能 在珠宝行业工作过 或者说很熟悉 并且他会有固定的销赃渠道 而他的作案地点 都在宁波绍兴 说明他可能在宁波绍兴一带居住 极有可能 能具体到珠济 鱼瑶和慈禧等地区 而且通过这几起案子 能发现这个人生性冷静残忍 通常是每隔几年作案一次 这说明他极有耐心 非常冷静 每次作案都是快进快退 这说明他曾经多次踩点 熟悉地形 每次呢都做好逃跑的准备 被人发现之后毫不犹豫 果断开枪动刀 那么以上这几点 也多亏了他的屡次作案 才让警方获得了如此具体的信息 为以后抓捕罪犯 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之外呢 在07年 珠济发生的最新的这些案子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 说这家珠宝行的外面 正好有一个监控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 记录下了这个珠宝大道的行踪 而在这次案发三年之后 2010年9月 宁波公安机关也首次 把这名珠宝大道的照片 向受贿公布了 以征集更多线索 并且把这个悬赏金额 从05年的20万提高到了50万 那么伴随着这一次的悬赏 警方同时公布的呢 还有这段监控录像 从这个监控录像能看出来 警方之前的推测完全正确 这个人多次来到这个 嘉瑞珠宝行踩点 从视频上看的 这个人身穿一件黑色内衣 披了一件黄色外套 下穿浅色牛仔裤 黑色运动鞋 那么通过这段视频 警方也首次描绘出了 这个案犯的人物形象 刻画了这么一个照片和画像 所以现在警方的手里面 已经汇集了有关这名案犯的大量线索 随着悬赏通告的发布 肯定还会有大量的蛛丝马迹汇集过来 只要肯投入人力和精力 找到这个罪犯 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呢 这个投入的数量 注定也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太广 时间跨度太大 又是西南边陲 又是这个沿海地区 甚至有可能还指到国外去 实在是 有点夸张 那么果不其然 悬赏通告发出之后的几年当中 全国各地各类线索分支塌来 前前后后 总共汇集了两千多条线索 这专案组呢 也是远赴云南 广西 广东 福建等地 对这两千多条线索 是一一查证 那在这里面呢 确实也有过这么几次 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 比如04年下半年 一条来自浙江金华的线索显示 有一名男子 在身高 年龄等方面 和警方对嫌犯的刻画相当吻合 这个男子呢 曾经开过小型的机械加工厂 和宁波的客户 有密切往来 而且在绍兴04年案发期间呢 这个人也在绍兴待过 那这其实是比较吻合的 于是警方赶紧就来到金华 但是最后啊 通过各种的这个渠道的查识和比对 发现这个人呢 他并不是要找的案犯 那没关系 后来2015年 又有一个线索 说这个杭州萧山 有一个姓徐的男子 这个人曾经做过钢结构的生意 开过五金加工厂 而且95到96年在宁波生活 97年呢 突然买了一辆高级轿车 并且还在宁波上了拍照了 之后04年 又在这个朱继生活过 这几个地方啊 都和案发的时间点地点高度吻合 而且他的这个体貌特征 和警方对嫌犯的这个刻画呢 也是高度相似 这事一听 警方是为之一阵 赶紧联系这个线索来源 去看看这个姓徐的男子 到那一看啊 这专案组的几名干警 激动的心脏都要蹦出来 为什么呀 首先这名男子 他的居住地 就在萧山和绍兴的交接处 从这翻过一座小山头 就是其中的一个案发地 而警方进到院里 四下一看 这院子地上散落着各式五金工具 一边的平房里面呢 还有一个小型车床 这跟警方之前推测的凶手的动手能力强这一点 那是极其的吻合 好家伙给大伙激动坏了 信心十足 那后来呢 也是为确保万无一失吧 专案组又来了两次 一次比一次有信心啊 但是啊 咱们要说但是了 最终呢 通过进一步的查证比对之后 却发现这个人 也是无辜的 这样的情况啊 其实警方遇到过很多次 所以说他们很不容易呢 不过呢 也没关系 随着这个线索越来越多呀 凶手的范围也在逐渐的缩小 通过最终对这各路的线索 这两千多条的排查 一直查到了2017年1月份 到这个时候 案犯的所在范围终于缩小到一定程度了 逐渐被缩小到了 鱼瑶 海蜀 慈溪 这三个地区的 总共1600多名的可疑人员之中 这可以说是胜利就在眼前了 之后在2017年2月份 在对这1600多名可疑人员 一步步的排查之后 这个珠宝大道的真面目 终于被警方锁定 这个人确实姓徐 他叫徐丽 集贯浙江台州临海市 72年生人 当时已经45了 从这大小伙子不干好事 现在年近半百 徐丽的罪恶之路 也的确该画上句号 2017年3月29号下午2点半 在摸清了徐丽的活动路线之后 专案组警方布置警力提前埋伏 最终在一家棋牌室里 把徐丽成功抓捕 之后通过提取徐丽的DNA样本 和04年诸记第一百货商场案件当中 罪犯一流的口罩上 所提取到的DNA进行核对 最终确认 这个徐丽 就是那个让大伙 苦苦追寻了22年的珠宝大盗 而面对警方手中的铁证 徐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也是供认不讳 2017年11月10号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徐丽死刑 不过后来徐丽不服提出上诉 之后2018年9月11号 浙江省高院二审 又对这起案件当中的一些细节 做了商榷和辩论 不过因为问题比较多 一时间没有能得出确切结论 末了只能宣布择期再做审判 所以这起案子 最新的审判情况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如此罪大恶极的徐丽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这一点我们不用怀疑 最大恶极的徐丽 终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但它造成的伤害 已经难以抹去了 今天的宁波市中山东路178号 早已经不再是绿洲珠宝行了 倒是在宁波的其他地方 后来出现了两三家新的绿洲珠宝行 也不知道还是不是原来那家 但这起宁波市最大的悬案 却印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时隔二十几年 宁波市公安局经历了五任局长 刑侦支队也更迭了四任队长 但大家仍然坚持不屑 二十二年来 专案组每年至少去两次云南边境 就是为了找出枪支来源 还有一次专案组去浙江商会找线索 但是那边的这个负责人不配合 热脸贴冷屁股 警方的足足拜访了七次 到了第八次 人家终于被打动了 开始积极配合寻找线索 很多类似的情况 在这起案件的侦查过程当中 实有发生 而现在网络发达 因为网络传言的影响 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这种已经发生了的立案的命案 都会有一个期限 如果查了好多好多年 期限过了 警方就不再去查了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案子呢 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实力 不要去轻信谣言啊 几十年来 警方的坚持 也使这起案子 成为了一起最能彰显 警方的能力和毅力的 传奇性的案件 好 这起宁波绿洲珠宝行大结案 到这儿 咱们就说完了 好 咱们下集再见 说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 独自开车外出 之后离奇失踪 至今是生是死 下落不明 这起事件几乎全程 它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诡异的味道 不论是案发之前还是之后 都伴随着一连串的奇怪 反常 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而这起事件 或者说这起案子 它真正的高潮 又是在案发八年之后 随着网络上一名神秘的视频up主的出现 无数的阴谋论和猜疑 开始井喷式的发生 颇有当年这个黑弥撒和南大119碎尸案的意思 那么咱们要说的这起事件的主角 这名女大学生叫做莫拉莫里 她是21岁 正在读大三 在04年2月9号晚上7点钟左右 这个莫拉独自开车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112号公路上行驶 当他开到这个112号公路沿线的 一个叫做伍兹维尔的地方的时候 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可能开车没好好看 伴随着一声巨响 这车子撞到了公路边的这个围栏木桩上 车头直接变形了 那肯定是开不了 那当时事发之后不久啊 住在周边的有这个热心群众 就帮忙给报了警 但是警方在赶到现场之后呢 却发现在现场只剩下这辆被撞坏的车子 那开车的莫拉 这时候已经不见了 观察这个现场周边呢 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没有发现地上有这个血迹啊 或者打斗的痕迹之类的 附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车辆和目击者 唯独在这个地上附近呢 发现了有一个空酒瓶子 这酒瓶子呢还是一个新的 不知道跟这个事有没有什么关系 那后来警方又对周边区域做了大面积的搜索和询问 但是呢都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再往后事发第三天 因为始终都没有这个莫拉的音讯和线索 那么警方只能够把他列为失踪人员 截止目前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莫拉是生是死 仍然还不知晓 不过在这儿呢 咱们需要说的是 在警方当时赶到这个事故现场之前 还有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细节 首先在当天晚上七点左右 也就是这事发的前后那段时间 当时呢这个伍兹维尔村 这儿的某一位住户 当时就曾经听到过在这个路上 112公路上传来了一声巨响 那么这声巨响根据这个时间判断 我们应该能猜出来 他应该就是当时莫拉撞上木桩出了车祸了 但是呢当时因为这名住户 他所住的这个房子 并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事故现场 但是呢 他又不想出门 又担心真的是出现什么事故了 所以再三思考之后 这名住户就在7点20分左右报了警 所以警方才得知了这起事故 这才赶到现场 那个报警的热心住户就是这个人 说当时这起事故发生之后没多久 有一个校车司机开着校车 路过了这个事故现场 那当时这个校车司机就看到 这个事故车辆旁边站着一个年轻女性 这名年轻女性通过校车司机的这个描述呢 可以判断就是莫拉 小车司机看到莫拉没有受伤 而且情绪比较稳定 身上的也没有酒味 应该也不是酒驾 所以当时他就问他说 你需要帮助吗 但是莫拉拒绝了 并且莫拉说已经向保险公司报案了 稍后保险公司就会来处理 这个校车司机一听 那就行 他就离开了就没管 不过呀 这校车司机开车回到家之后呢 突然就想到 他天天开车在这走 那个路段呢 手机没有信号 但那个女的他又说 跟保险公司报案了 所以这个校车司机就感到很奇怪 那感到奇怪之余呢 他就也给警方打了一个电话 也报了一个警 希望警方过去看一看 那个女的没准需要帮助 那么这一点呢 可以说明 事故发生的时候 不论是车里还是车外 应该的确只有莫拉一个人 因为小车司机在现场没有看到其他人 也没有看到其他的车辆 之后警方过来呢 现场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痕迹 另一方面呢 通过警方后续的调查 也可以得知 莫拉当时确实没有向保险公司报案 保险公司那边也没有接到类似的电话 那么也就是说呢 莫拉当时 他其实是欺骗了那个小车司机 并且故意拒绝了对方的帮助 那么这个莫拉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晚上呢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车还坏了 这时候有人来帮助他 他还拒绝了 图什么 所以从这么几点来看的话 这个莫拉的行为很奇怪 很像是自己就想让自己失踪 虽然这样说起来的话感到很荒谬 但是这个事情呢 好像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 另外呢 警方当时赶到之后 发现这个事故车辆 已经被锁上了 这说明当时莫拉离开的时候 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把车锁了才走的 而且车里面当然是空无一人 后来警方这边确认了这个车主的身份 是莫拉之后 又检查了车内的这个私人物品 那结合之后莫拉的社友提供的情况 发现在这个车里面 剩下的物品 还有莫拉的衣服 莫拉的洗漱用品 避孕药 学校的课本 还有这些东西 唯独他的手机和信用卡不见了 这可以推测应该是 莫拉在离开的时候给拿走了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 车内上锁 换洗衣物 洗漱用品 课本等等都还留在车上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猜测 莫拉当时离开 很可能只是选择暂时离开 他可能是去附近寻求帮助了 所以说就只带了这个必备的手机 还有信用卡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一去不回头呢 前面提到了警方对现场做了勘察 没有发现可疑痕迹 唯独发现了一个空酒瓶 但是刚也说了 校车司机又表示 莫拉当时身上没有酒味 应该没有喝酒 那么根据这一点呢 后来有人推测啊 说这个莫拉呢 可能是在校车司机离开之后啊 打算报警求助 但是一打手机发现没信号 于是呢 没办法了 他就喝了一瓶酒 壮胆 然后自己徒步 往附近走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 但是呢 不小心可能在周边的森林里边迷路了 就再也没能出来 这个推测呢 听起来合理 但是问题在于啊 后来警方对周边的这个树林啊 森林啊 住户啊 都做了大面积的搜索排查 可是没有任何线索 没有什么痕迹 所以由此啊 我们其实也有理由推测 也许是这个莫拉 他当时在离开之后呢 遇到了某些麻烦 导致他无法再返回这个事发地 但是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这个莫拉为什么失踪 是如何失踪呢 这一点呢 不论是警方还是莫拉的家人都搞不清楚 这起事件呢 显然 它是存在两种可能性的 第一种可能性 就像咱们前面刚分析的 比较荒诞啊 说是莫拉自主失踪 他自己选择了失踪 自己想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呢 比较明显了 有可能是莫拉遇到了某些意外 可能被某人挟持了 被某人杀害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 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当时为了尽快查清这个事情真相 警方首先了解了莫拉失踪之前的 大概的行踪 以及一些值得关注的 他当时出现的异常情况 那首先警方在这个莫拉的学校内调查的时候 他的这个学校的宿舍管理员 就提供了一个情况 说在事发四天之前 04年2月5号 这天晚上 莫拉曾经在这个学校走廊里 和他的姐姐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 并在挂掉电话之后呢 突然之间 好像是毫无理由的情绪崩溃 开始歇斯底里嚎啕大哭 这个宿舍管理员看到之后呢 安慰他把他送回了寝室 但至于说他为什么会情绪崩溃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后来警方也询问了当时给他打电话的这个莫拉的姐姐 但是姐姐表示当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聊什么奇怪的 只是聊了一些生活琐事 啊 姐姐当时要结婚了 嘛 就跟这个莫拉吐槽啊 或者说聊一些 跟姐夫之间有什么小矛盾 双方结婚 家里有什么准备之类的 有什么计划 而且通话的过程当中呢 姐姐也表示 莫拉的情绪啊 一直很正常 那么莫拉挂了电话以后 为什么会情绪崩溃呢 后来警方猜测啊 因为这个电话当中啊 一直聊的是这个姐姐跟姐夫之间的事情 所以这个莫拉情绪崩溃 会不会跟莫拉自己的情感生活有关系 你想 有可能这个莫拉自己的情感生活 哎 遇到了某些问题 过得不太顺心 那听到姐姐姐夫这么甜蜜啊 莫拉感到很心酸很难过 于是呢 自己控制不住 挂了电话以后 越想越难过就哭出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猜测呢 后来警方去调查了莫拉的这个情感生活的状态 的确也发现莫拉跟他的男朋友叫比尔 这两个人之间啊 其实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没准也跟莫拉的失踪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稍后我们分析的时候 会慢慢的再详细的解释 咱们接着说 警方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 是在失踪两天之前 也就是2004年2月7号 这一天呢 莫拉的父亲叫弗雷德里克 来学校看望女儿 之后 在女儿莫拉的陪同之下 买了一辆二手丰田卡罗拉 当天晚上这车买完之后呢 莫拉就向父亲把这辆新车借走了 干什么去了 开着去同学聚会了 那当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后 已经是2月8号凌晨了 但是呢 他仍然想 独自开车 返回父亲租住的酒店 把车给父亲送回去 但是呢 果不其然 在这个半路上啊 莫拉开着车就发生了事故 2月8号凌晨2点30分 莫拉驾驶车辆发生了单方事故 一头撞在了公路边的护栏上 那这起事故 您一听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 因为开头咱刚说了 莫拉失踪之前 发生的那起事故 也是撞到了公路边的护栏上 这也太巧了 为什么两起事故如此相似呢 我们目前也只能认为 他应该是一起巧合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阴谋论者 发挥想象 提出了很多比较离奇的说法 单独不太贴合实际 我们在这不再赘述 说当天晚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莫拉自己报了警 警方来了以后呢 首先对莫拉做了酒精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正常 这表示他没有喝酒 不是酒驾 然后呢 这辆车就被拖进了修车厂 警察把莫拉送回了父亲租住的酒店 另外在这需要说的是 说莫拉在回到酒店之后 他曾经和自己的男朋友比尔 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当中俩人聊到 今天晚上发生了事故 但具体他们还说了什么 有一些什么细节 这一段通话的这个内容 警方一直没有公布 所以我们不清楚 跟莫拉的失踪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之后 这事过去到了第二天一觉醒来 到了2月8号中午了 这个父亲弗里德里克 一看啊 女儿昨天晚上把这车撞坏了 怎么办呢 他很担心女儿在学校的这个交通问题 担心女儿出来玩 没车很不方便 于是呢 当天中午就又给他租了一辆 新的通用牌轿车 然后送莫拉回到学校 之后父亲离开了 那这个时候是2月8号的下午 也就是莫拉失踪的一天之前 之后到了2月9号凌晨 莫拉在学校宿舍 啊 社友表示 他当天晚上一整晚都在上网查地图 并且给新罕布12州的一家房屋中介 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了一些有关房屋租住的问题 再之后直到2月9号 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1点24分 莫拉又给他的导师发了一封邮件 这封邮件是请假的 他跟导师说 说家里有人去世了 啊 自己心情很不好 需要请一周的假来缓解情绪 但是警方后来调查发现的 其实莫拉家里并没有人去世 所以很明显 莫拉撒了话 请完假之后 莫拉开始回宿舍 收拾行李 装了这个衣服 洗漱用品 大学课本 还有一些避孕药 也就是后来警方在他的车上发现的那些东西 再之后呢 在下午3点30分左右 他开车离开了学校 那之后警方根据他开车离开的这个路线 调取了这个时间段之内 学校外面一些路口的这个监控录像 然后就发现在3点40的时候 莫拉曾经在学校附近的这个ATM机上取过钱 那后来查了查 他的卡里当时一共啊 就只有280美元 一次性被他全部取走 再之后呢 莫拉又在附近的一家商店里 买了40美元的各式各样的酒 这一点就跟前面咱们提到的在案发现场 发现的那个空酒瓶 这就对应上了 那后来调查显示的那个空酒瓶 的确也是莫拉当时买的那些酒之一 另外呢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所有的监控啊 拍下的这个视频都显示 莫拉当时的确是只有一个人在行动的 不论是在车上 还是下车取钱买酒 那再之后 时间来到3点50分 看到莫拉开车 上了学校附近的91号公路 之后又转到了112号公路 那再往后呢 就到了晚上7点多 在位于莫拉的学校以北145公里的新罕布 十二州的乌兹维尔 莫拉开车 发生了车祸 自此 音信全无 那这就是莫拉在失踪之前 他的一个大概的时间线 那么我们从莫拉失踪之前的这个时间线来看的话 的确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常理 首先是和姐姐通话之后的这个情绪崩溃 这条线索呢 有可能指向的 是他情感生活上 存在某些问题 其次呢 是莫拉发生的两次非常巧合的事故 都是撞到木桩上 而在失踪之前呢 我们还发现莫拉花了很长时间 查了新罕布十二州的地图 并且给房屋中介打电话询问了租房的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莫拉家 他并不在新罕布十二州 所以莫拉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但是目的是什么 目前我们不太清楚 另外莫拉他为什么会在临出发之前 买这么多的酒 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合情理的地方 总而言之呢 这起事件啊 可以发现目前问题多多 但毫无思路 不过呢 我们需要说的是 后来警方调查这个莫拉的个人情况的时候呢 还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而且别忘了 这起事件 真正的高潮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事发八年之后 那么事发八年之后 还会有什么样的后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潮 上回咱们说到一名大三女生莫拉 在一场单方车祸之后离奇失踪 警方调查了莫拉失踪之前的时间线 但是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在 这些问题 警方始终找不到答案 于是警方决定先去查一查 莫拉的家庭 以及个人情况 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首先莫拉是在1982年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汉森市 他在家排行老四 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兄弟姐妹之间呢 关系都不错 但是他的父母不太和睦 后来他爸他妈两口子离婚了 离婚之后 莫拉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但是即便如此 他跟父母之间 跟俩人之间的关系 也还是都不错的 这一点在前面的剧情里面 我们也能看出来 父亲经常来学校看的 还因为担心他的交通问题 给他租了车子 在校期间呢 莫拉的学习成绩 也一直还不错 尤其是在高中时期 不光是这个成绩好 还因为身体素质好 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 甚至后来呢 还成为了主力队员之一 后来高中毕业了 莫拉到了美国军事学院 学了三个学期的化学工程 那需要说的是 在这段时间当中 莫拉在这儿 遇到了自己的男朋友 也就是前面 咱们提到的那个比尔 两个人迅速的坠入爱河 并且确定了情侣关系 但是之后没多久 莫拉就因为这个家庭原因 又转学到了马萨诸塞州的 阿姆斯特大学 也就是事发的时候 莫拉正在上的那个学校 那来到这所大学之后啊 可能也正是因为 在高中田径队的那段经历吧 在这个阿姆斯特大学期间呢 莫拉也加入了校田径队 但这个时候的田径队啊 似乎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莫拉的生活方面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 在失踪之前的三个月 莫拉曾经因为盗刷他人信用卡 被短暂拘留过 这条犯罪记录很奇怪 包括他的家人 也始终无法理解 他这么做的原因 莫拉的家庭并不贫穷 所以说我们很难想象 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后来莫拉失踪之后 警方也对这条犯罪记录 做了重新的调查 但是呢 据说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疑点 另外除开这条说不清的犯罪记录 莫拉的情感方面 也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在莫拉转学之后 虽然是异地 但这个时候呢 莫拉和男朋友比尔 仍然处于交往的状态 但同时更要命的是 这个莫拉呀 他和大学田径队的一个助教 又勾搭上了 脚踩两只船 这个情况呢 当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作为女主的莫拉 现在人间蒸发了 那么她的失踪 会不会跟她脚踩两只船 这个事儿是有所关联的呢 这的确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莫拉她的保密工作 没有做好 那么这两只船 互相知道了对方存在 那必然也是会引起矛盾的呀 于是呢 警方首先就对这个 田径队的这个助教啊 那个出轨对象展开了询问 但是不问不要紧啊 这一问 更多的料给爆出来了 根据这个助教的说法呀 说莫拉这姑娘 其实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纯洁 啊 她其实背地里面 跟很多男生都发生过性关系 而这一点呢 根据警方后来对其他同学的询问 也同样是得到了他们的证实 这种混乱的私生活引发的血案 不在少数 我们说过的也有很多 那么莫拉的失踪会不会跟他的男朋友比尔有关系呢 警方当时也是这么猜测的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莫拉的私生活问题之外 警方后来的调查也显示 比尔这个人啊 有点问题 他似乎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那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详细再展开来说 所以说基于这些原因啊 警方就对这个比尔做了一系列的调查 也对比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拘留 但是最终呢 却因为没有查到更多的直接性证据 只能把比尔先给释放了 这是很遗憾的一点 那说完了这个比尔的嫌疑之后啊 在这咱们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莫拉的父亲弗雷德里克的观点 这个弗雷德里克 他始终认为女儿的失踪 是当时事发的这个112号公路周边 有很多这个地痞流氓 他认为是他们干的 那在这咱们需要说的一点是 这个地痞流氓 英文单词叫 dirtbag 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个单词呢 因为稍后有一个地方会提到相关的内容 咱们先说他这个单词叫dirtbag 这个他父亲一直就觉得这事啊 是这个dirtbag 这个地痞流氓干的 并且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对那些地痞流氓是不断的破口大骂 他猜测呢 应该是女儿当时开车出事故之后 出去求助 但是呢 不小心被当地的这个地痞流氓给骗走了 其实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但警方当时对现场及周边的大范围区域都做了勘察搜索 明确指出没有过打斗痕迹 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坏人采取这个诱骗的方式 先让莫拉放松警惕 然后再把他给绑走啊 或者杀害什么的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破案难度肯定就更大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起案子不确定因素太多 导致很难找的一条准确靠谱的调查思路 那根据时间线上刚刚说的种种反常情况呢 警方也会想会不会是莫拉自己 他策划了这场失踪案 是不是莫拉本身就想让自己失踪呢 可能他就是觉得遇到了什么事情 需要让自己失踪 当然莫拉的家人肯定是无法认同这一点 尤其是莫拉的父亲弗雷德里克 他觉得警方提出这种说法啊 就是在消极代工 就是不想干活 所以后来呢 弗雷德里克多次在媒体上啊 表达对当地警方的不满 那么这些行为 其实也就导致了弗雷德里克和警方之间的矛盾 进而啊 也影响了警方对案件的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一来二去 随着异常情况逐步增多 这起案子呢 慢慢的也就成为了一起悬案了 始终都没有结果 这案子这么一放 就放了八年 直到案发八年之后 在著名的这个国外视频网站 油管YouTube上面 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视频 因为这一段视频 大众的视线又再一次 回到了这起案子上 八年之后 时间来到了2012年2月8号 在这一天 YouTube上面有一个昵称叫做 Mr.10012 Dirtbag 有这样的昵称的一个用户 他上传了一段诡异的视频 这段视频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做Happy Anniversary 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叫周年快乐 但是这个视频的内容 和这个标题这名字严重不符 视频全长1分02秒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拍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戴眼镜的一个男人的上半身 这个男人 他是坐在一个很阴暗的房间里面 通过他的这个眼镜的反光 能看到他面前有一台电脑 他在那坐着 全程的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只是一直在非常猥琐的笑 越笑越大声 最后笑完了 视频还打了一个字幕 写着Happy Anniversary 周年快乐 奇怪的是 这段视频在上传了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就被他的作者下架了 也就是那个叫 Mr.122.5 被那个用户给删除了 幸好当时啊 有一些网友及时下载了这个视频 留下了一个备份 才让这段视频后来得以传播出去 这段视频呢 的确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是有点这个细思极恐的意思 咱们现在也很容易找这段视频 说这段视频当时刚发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人关注 因为他确实很普通啊 不过就是一个看起来挺猥琐 上了年纪的一个男子 在哈哈哈哈的大笑 直到说后来呢 有一些了解当年莫拉那起案件的 这个犯罪爱好者 他们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 突然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刚咱们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估计有些朋友啊 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 这个视频的这个作者 他的昵称 咱刚说了 叫Mr.100thrive dirtbag 这个昵称很有意思 我们回忆一下 莫拉这起案子的案情 是不是能发现 他这个昵称有点熟悉啊 没错 这个昵称里面的这个100thrive 112 很有可能就是代表了 莫拉失踪的那个112号公路 而后面的这个dirtbag 这个单词 正是当年莫拉的父亲 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断的说到的 我们刚刚特地点出的那个单词 dirtbag 他翻译成中文 就是地痞流氓的意思 当时莫拉的父亲认为 是这个地痞流氓 把女儿给拐走了 让女儿遇害了 所以这个用户 他这个名字组合起来 Mr.100thrive dirtbag 他的意思就是 112流氓先生 那么看到这个意思 是不是就有点 让人感觉寒毛直立了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昵称 他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毕竟如果说啊 是随便取名字 正好就取了这么一个 跟这莫拉的案子 能对应的昵称 这概率太小了 几乎不存在 再一点 这段视频的上传时间 是2012年2月8号 这个时间再往后一天 2月9号 就是莫拉失踪 整整八周年的日子 然后我们再看看 这段视频的名字 刚咱们也说了 Happy Anniversary 周年快乐 这很难不让人 把他和这起案子 联系到一起 第二天就是八周年 他发了个视频 叫周年快乐 这能不没联系吗 所以说许多犯罪爱好者认为 说这段视频的作者 他跟莫拉的案子 肯定是有着不一般的联系 甚至有可能 就是谋害了莫拉的凶手 他们有这样的猜测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在这段视频之前或之后 这个Mr.10035 他还上传了好几段 似乎带有隐喻色彩的视频 而这些视频 无一例外 都和这个莫拉的案子 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关系 比如在2012年2月7号 我们刚刚说的那段视频 前一天 这个人就在自己的主页上 传了他的第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全长只有16秒 内容也非常简单 就拍了一张滑雪场度假村的门票 这个门票上显示的入园时间 是2004年2月11号 这个时间也就是 莫拉失踪的两天之后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滑雪场 距离莫拉失踪的地点 还挺近的 所以很多人就怀疑 莫拉当时开车要去的地方 会不会就是这个滑雪场呢 他会不会是在此之前 和人有约呢 如此一来的话 莫拉当时 以家里有人去世为理由 请了一周假 并开车来到了 陌生的新罕布12州 等等这一系列的奇怪举动 也就能说得通了 除此之外 当时这个人 他在上传了周年快乐 那段视频之后 没多久 又上传了另一段 非常诡异的视频 这段视频 与其说是视频 倒不如说是个图片了 因为只拍了一张图 这个图右侧 右半边 是一个用蜡笔 或者用水彩笔 画的一个人脸 这人脸画的挺夸张的 就像是小孩画的那种画 那样的感觉 那这个图的左侧呢 是一个不规则的红色图形 这个图形 大体上看起来啊 像一个字母Z 图形四个角上 分别有四个数字 分别是15827 那这个图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咱们要介绍一个 在美国当时比较出名的犯罪小说作家 叫詹姆斯雷娜 詹姆斯雷娜 他也是莫拉这个案子的切杆粉丝了 因为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多这个诡异悬疑的成分 他非常关注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 这詹姆斯呢 当时他就研究了这个视频里的这个图 他从这个自己这个犯罪小说作家的角度做了一番推理 他认为这个图 左边右边这两部分呢 应该是对应着地图上的某些东西 他觉得这个四个数字 尤其是这四个数字 应该是对应着某些坐标 他尝试了很多方法 其中有一种方法 看起来比较靠谱 他把这个图呢 放到滑雪场的地图上进行对应 还能发现确实有那么几个点啊 跟那个不规则的像Z的红色图形 能够重合 那后来有些人还真的就去这几个点去实地查看了 在滑雪场里边做了很细致的地毯搜索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收获 就说除了这些视频之外呢 这个Mr.10012的Bag 他还上传了一些其他的不明所以的自拍视频 但这些视频呢 大多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看上去呢 很古怪 神经病似的 比如说有一个视频 还是那个男的 他带了一个墨镜 然后手里呢 拿了一个红不拉机的 应该是一个硅胶做的小玩具 然后一本正经的说啊 说自己在1974年之前 曾经是一名侦探 然后巴拉巴拉又扯了一堆 这有的没的 前后画不搭边的一些 一些画 跟他手里这玩具呢 也没什么关系 再比如呢 还有一些视频里面 他戴了一个帽子 然后呢 用这个电子琴 弹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一些音乐 也不说话 不知道是要干嘛 总而言之呢 一句话概括 他这些视频啊 看起来都是很奇怪 非常诡异 让人不明所以 说当时在那些视频 在网上被爆出来之后啊 因为和莫拉那些案子呢 确实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 所以在网络上传得很快很广 大伙都猜测说 这个人和莫拉的失踪 应该有关系 有一些能力比较强的网友 也开始尝试去人肉这个人 但后来啊都没什么结果 并且很快的发现 这个人他的这个视频 也停止更新了 没影了 但就这样还没完 直到又过了两年 到了2014年 有人在网上发现了一个 非常可疑的博客 这个博客名字叫做 奥尔登豪斯奥尔森 这看起来像是个人名 那么根据大伙的调查呢 发现这个博客 跟之前上传视频的那个 Mr.122.5 跟这个应该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的一些日志当中 他自己提到了那些视频的事情 而且呢 这个博客里面啊 他的大部分日志 都是在讨论莫拉失踪案的一些细节 讨论莫拉是如何失踪的 猜测凶手是如何作案的 他说的有模有样 很多细节都说的好像很妥当 这个人他这状态啊 像什么呢 就像是当年那个刁爱卿案发之后 网上发表言论的那个黑弥萨 也是分析案子 说的有模有样 头头是道 导致很多人都猜测 这黑弥萨就是凶手 那么这个奥尔森呢 他也这样 他这博客呢 也写了很长时间了 从2013年就开始写 总写 几乎写的都是对这个案件的分析 那在2014年的时候啊 就是大伙发现他这博客之后啊 他就在一篇日志当中啊 说自己呢 其实就是当时那个发视频的那个人 但自己呢 不是凶手 自己也是一个案件爱好者 但看到网友们多来人肉自己啊 表示很难过 很害怕 当时他这个文章发布之后没多久 他就把这个博客给关闭取消了 同时那个发视频的账号 Mr.122.5 也一起被停用了 那么自此 这个人在互联网上彻底消失了 后来警方也尝试去寻找这个人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结果 啊 这就是当时在网络上轰动一时的这个Mr.122.5 他的这起事件 这起事件可以说 又掀起了这起案件的一个高潮 刚刚我们提到了 有一个犯罪小说作家 詹姆斯雷纳 他呢 一直在调查这起案子 跟警方一样 詹姆斯也认为 莫拉的这个男友比尔 嫌疑是非常大的 所以詹姆斯本人也一直在调查比尔的线索 而他也的确 发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说在04年到18年 14年当中 詹姆斯一直在追踪莫拉的男朋友比尔 他采访了和比尔接触过的很多其他的女性 首先他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个比尔当年似乎并不是那么喜欢莫拉 为什么 因为在莫拉失踪短短两三周之后 比尔就开始四处勾的其他的姑娘 其中有一个姑娘叫艾米丽 有一次比尔甚至想要在车里强奸艾米丽 艾米丽不答应 比尔当时非常生气 就恶狠狠的掐住艾米丽的脖子 然后凶狠的说 我要像杀了莫拉一样杀了你 但当时艾米丽并不知道莫拉是谁 也没有听说那起案子 所以当时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情 而比尔当时他在发完火喊完了之后 突然恢复到这个很绅士很礼貌的样子了 开车把艾米丽送回家 虚寒问暖的还 那由此可见呢 这个比尔 他既然声称说是自己杀了莫拉 这肯定就是有问题 值得去调查 而且从他对艾米丽的行为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好像脾气很奇怪 是不是有点心理疾病 而且在之后的调查当中 詹姆斯也发现比尔这个人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花心的人 他勾搭过很多女生 也性侵强暴过很多女生 2011年 比尔曾经因为性侵女同事 被所在公司开除 同年还在某酒吧 调戏了一位女性调酒师 人家不答应 他就找了很多纸巾 写满了侮辱金的话 塞到人家的衣服里面 这些还都只是 詹姆斯能够查到的 詹姆斯没查到的 肯定还有更多 此外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比尔的历任女朋友都表示 比尔这个人心里有问题 她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而且有比较严重的狂躁症 这如此一来 结合前面比尔说的那句话 比尔的嫌疑其实也就更大 我们可以试着推测一个这样的情况 当年转学之后 不甘寂寞的莫拉和田径队的助教勾搭上了 并且陆陆续续的和很多其他男生都上了床 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呢 比尔得知了这些事情 她非常生气 于是多次给莫拉打电话进行质问 莫拉不堪其扰 最终两人约定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个滑雪场见面 把事情说清楚 好聚好散 事发当天呢 莫拉就请假 开车前往 但路上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莫拉试图打电话求助 但发现手机没信号 于是只能带上信用卡 带上手机 找地方求助 最终莫拉也许通过搭车 或者其他的方式成功抵达了滑雪场 但对于本就有狂躁症的比尔来说 莫拉的迟到 无异于是火上浇油 让他更加生气 于是比尔一怒之下 掐死了莫拉 之后抛尸 离开现场 也因此 莫拉后来始终没有露面 也没有报警 因为他那个时候 已经死了 当然 这番推测 也只是建立在我们 现在已知的信息上 因为毕竟 美国警方有很多信息 没有公布 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比尔身上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再举个例子 莫拉案子发生三年之后 2007年 比尔的姐姐在家里突然开枪自杀 但是家人都认为 比尔的姐姐没有自杀的理由 警方调查之后也认为这不是一起自杀案 包括比尔当时的女朋友也表示 这起案子太过蹊跷 比尔当时太过奇怪 所以在这起案子案发之后 比尔又一次成为了主要嫌疑人 又被警方带走了 所以这个比尔显然不是什么好人啊 甚至到现在 他还是正在因为一起性侵案件 目前正在被警方调查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对于当年莫拉失踪的案子 始终没有办法对比尔做更详细的调查 因为比尔身上案底太多了 这没查完 那又叫走了 那么这个比尔到底他会不会是 莫拉这起案件的凶手 也许不久之后 我们能够得到答案 那么到这 这起案子我们就算是说完了 其实在后面的还有一些案件的花絮 当然也有可能 它是属于阴谋论的成分 可信度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不敢多说 姐太 Nicolas 我們在里面 πόced Life